歡迎回來新聞大百話節目現場 台灣開放美豬在起 而且還有瘦肉精的美豬 馬上就要進來台灣了 但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以立法院的角色來說 也確定說要在9月18號正式開議 而且現在也討論出在9月18號 這一天要邀請行政院長 率同相關部會首長列席 提出有關於開放萊克多巴胺 美豬牛進口專業的報告 而且被質詢 甚至國民黨立委說 在這一場的相關的備詢當中 蔡總統應該要列席 我覺得講得直接一點 我們還是要說 美豬開放這件事情 其實你過去查過所有的報導 是蔡英文總統決定 不是陳時中決定 也不是陳吉仲決定 也不是王美花決定 也不是蘇貞昌決定 所以在這邊你可能會覺得 因為我國的政體的關係 是不是動輒要到蔡英文總統去報告 這件事情可以討論 可是問題是這件事情的決策權 最終是蔡英文總統拍板定案的時候 然後我國的衛福部部長 因為他出來頂 但是他的整個衛福部 都沒有時間參加任何的公聽會 但有時間去小巨蛋唱歌 好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疑惑 就是你為什麼連公聽會都不辦 公聽會的概念就是 讓民眾先做一個討論 跟民間團體可以表達自己的意思 你如果連公聽會都不辦 民眾的困擾 民眾的無奈 無以宣洩的話 那就會造成行政體系的 整個民意支持度 或是信任度會大幅的下降 你不能老是跟我講說 第一個 什麼都沒換 第二個 是為了遵守承諾 第三個 你吃不到 所以不用擔心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 以憑民怨跟讓民眾理解的 所以其實合理的動作 是下決定的人 要說明為什麼下決定 因為坦白講 你今天蘇貞昌要來 我還覺得蘇貞昌 最近的時間是他最近在算命 他說這個人要選 下一屆總統是他 那個人台北市長 下一屆是他 他講的話公信力到底如何 我覺得反而有 可以質疑之處 我還是建議如果可能 蔡總統也願意的話 到立法院報告 並沒有破壞體制 而是讓民眾對你的信任度 有機會有一個變化 對 而且其實在蔡總統 宣布要開放美豬美牛 而且用行政命令來講的狀況之下 其實從當時到現在 永遠講的都是那幾句 比如說這個國際條件 其實都已經OK了 甚至其實在時空背景的 不同之下 但是不論是時空背景 或是相關條件 其實都沒有一個人 可以說得清楚 所以到底我們可以用這個 開放美豬美牛 來換到什麼 陳時中也說話了 衛福榜陳時中除了唱歌之外 他其實在9月13號說 其實就講了在節目上說 有人把我的出發解釋人 為了國際地位可以犧牲實在 這是什麼 這是倒果為因 他說這個開放是信守承諾 按照科學的證據來保護世界 讓世界認為說 台灣是這樣的國家 有一定的系統程序可以被信任 國際地位自然就提升 但我來看開放是信守承諾 要信守承諾 一定有所謂的承諾 難道其實我們的政府 已經對外宣稱說 已經有答應了什麼條件 所以開放美豬 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嗎 我剛剛抖了一下 因為第一個 我很震撼 台灣的衛福部長 竟然可以對美國許下承諾 承諾 有用到承諾這兩個字 因為要信守承諾 不然這承諾誰許的 你自己出來講 那就你 第二個 我國的衛福部長 也直接間接的指責了 全球有161個國家 沒有開放萊克多巴恩的美豬 是不信守承諾 是國際地位不高 我覺得第一個 我還在這樣講 很多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對陳時中要求太高 不是 是你的專業如果是防疫 給我待在防疫那邊 你的專業如果不是外交 不要針對外交講話 還記得以前美牛開放的時候 是當時的經濟部尼索鐵 現在為什麼到了我們這個世代 變成衛福部長出來說 外交怎麼樣 我們有沒有承諾 我們的國際地位如何 我坦白說 衛福部長什麼時候 他的工作跟外交有關 沒有吧 什麼時候你的工作 跟雙邊貿易有關 沒有吧 什麼時候你的專業 包含了解讀政局 跟有沒有讓台灣的政治 或國際地位上升或下降 既然都不是你的專業 我還寧願你去唱歌 因為那個至少不會傷害別人 但你今天再這樣講 像我們剛剛說 不開放的那160幾個國家 是怎麼樣 國際地位下降了嗎 沒有比較高嗎 還是說他們對自己有承諾 因為我百分之百確定 這件事情背後 就是希望美國可以開始 雙邊貿易談判 這個事情你承認的也不丟人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坦白講現在的國際政治外交局勢 是沒有選擇的 你說請大家體諒 但你不要告訴我 一大堆有的沒的 衛福部長說外交 然後農委會不出來講話 經濟部也沒有講貿易 有什麼好處的時候 現在我們每天都看衛福部長 講他不擅長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這樣講 陳時中的政治智慧 似乎不太高 他不知道這個東西 每講一句 就折損他的政治公信力一次 而他真正的工作 是要健保改革對不對 是要防疫對不對 是要還什麼衣材的價格要修正 結果你把你的公信力 浪費在美租的 萊克多巴胺上面的時候 我覺得這真的有很多問題 如果是食藥署出來 或者你叫蘇貞昌出來 也就算了 結果你都自己扛 你都自己上電視 親上火線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 很聰明的作法 對的確他其實最近 包括從所謂的國際地位 到信守承諾 似乎都是不自在講 他擅長的話 再來我們要繼續連線 給國民黨立委洪孟凱 洪委員你好 主持人還有我們朱學恆評論員 大家好 委員我想要請教一下 其實現在就是在18號的時候 這個我們就是行政院長 就要到這個立法院來備詢了 然後我們是不是也很希望 蔡董董可以到立法院 真的對立法委員 或是對國人來說明 到底為什麼要開放美豬美牛 是 我想這個是也給我們 中華民國的元首一個機會 向國人報告 這個是在立法院的 立委權責行司法裡面有強調 就是說當國家有重大議題的時候 可以邀請我們的元首到立法院 向全國人民報告 也因此這第一我們就是說 因為在開放的時候 是用一指行政命令 就要說要開放 那國人在這之前都沒有任何的公聽會 沒有任何的討論 沒有任何的說明 那尤其是2011年蔡英文總統 他擔任民進黨主席的時候 都是如此反對美豬美牛 那現在卻一直行政命令要開放 我們當然認為說元首應該要到 國會來向全國人民報告 包括說為什麼要開放 為什麼要那麼急 以及開放之後會換取什麼樣的好處條件 以及台灣到底犧牲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都是人民的心聲 所以說我們也要求說 這個總統應該要來國會向全國人民報告 那另外今天已經有確認就是下個會期的一個開議時間 就9月18 所以說行政院長他在做每個會期 施政總質詢前都會有一個施政報告 那這施政報告我想 這個瘦肉精的豬肉開放 這也是重中之重 也關心到我們下一代的健康跟食安 這也一定要求 蘇貞昌行政院長這邊好好說明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 全國2300人大家共同關心的議題 元首以及行政院長都不能夠逃避 委員 針對這個開放美豬美牛 到現在民進黨政府都完全不說 到底為什麼要開放 只有一些很籠統的理由 比如說符合國地條件等等的 是他們不敢說的事 說他們自己也沒有辦法 有可以換到這個BTA或是FTA 這樣子簽署的狀況 是 我們現在看起來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交換 就是說有交換的話 但是換到什麼好處 什麼利益 什麼條件 或者是像蔡英文總統說講的 沒有所謂的交換說 還是像陳時中部長之前上廣播來講的 有啦 換到所謂的國際地位 但是那麼籠統跟虛無飄渺 說實在話 這個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就是說面子是自己給的 但臉是自己丟的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到最後 所謂的國際地位 是這樣子的一個虛無飄渺 而且開放瘦肉精的豬肉 其實算是民進黨政府 現在應該算是僅存的幾個籌碼之一 我們用那麼重要的籌碼 去換到這個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對等的東西 我覺得這也不是全民的期待 所以一樣道理 就是說現在整個執政黨 沒有辦法跟人民交代解釋清楚 就是說到底他們中間的 談判過程為何 以及最後到底臺灣 有什麼樣實質上的利益跟幫助 我們現在居然看到是說 還有這個美國國務院的次親 他可能在這個禮拜會來到臺灣 那會有一個公開的對話跟座談 那如果說開放瘦肉精的豬肉 只是換來一個座談或是對話的話 那臺灣人民也未免太過廉價了 也因此我們真的再一次呼籲 還是強調就是說 任何的這種利益條件 都不應該犧牲到國人的健康 而瘦肉精的豬肉到目前為止 因為豬內臟的含量的 這樣的一個殘留標準 沒有科學證據認為說 絕對對人體無害 所以說這也是歐美國家 之前都沒有做過相關實驗 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在這個六日 我們發動反瘦肉精豬肉的公投 我覺得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在捍衛國人健康 這是首要標準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才說 如果說是健康無益的情況下 開放什麼樣的食品 可以交換到什麼國際的利益 以及臺灣中華民國的一個主權 這才是我們制要條件 我覺得這一定要分得清楚 我們才能夠討論這個 次序跟先後環境 好 我們非常謝謝洪宇人 在今天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謝謝您的意見 好 所以豬大我們就來看 所以等於說其實會不會民進黨 政府自己也很擔心說 好 我真的開放美豬米油 結果我什麼東西都沒換到 所以現在才不敢講嗎 我覺得講直接一點 第一個 FTA大家不要想 Free Trade Agreement 已經列入川普最討厭的詞 其中一個了 現在最多就BTA BTA意思就是我跟你談 我們雙方就是一對一 不要再想說有沒有擴張到日韓 什麼都沒有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美國貿易所 美國貿易所到目前為止沒有開口 因為BTA的主責是他 那國務次卿是在國際間 協助並推廣這個工作 但他不負責開啟談判 所以國務次卿來台灣的時候 他最多只能跟你講說 我覺得可能性很高 我覺得我們可以對這個USTR 就是美國貿易所 我們可以提這件事情 但他沒有辦法主導台判 他沒有辦法決定 所以會不會其實民進黨政府 也都非常擔心